一、二、三 爸爸,你再给我讲一遍番茄的故事吧 好嘞 我的名字叫番茄精灵 欢迎大家来到番茄世界 我叫徐丹 我是北京极星农业的创始人 我在荷兰留学工作大概待了有五年的时间 在于在那段时间呢 也真真正正的看到了 荷兰是如何将这个高效的设施农业发挥到了极致 它的科研上面的这些成果 是如何转化为企业的生产力的 对,关键是每次就按到底 对,要消失 在刚开始可能整个温室里面 知道如何去完成里面所有农事操作的 可能只有我一个人 然后你们在的时候可能也得挑一下 如果有些苗子被小 就单爽出来 就是当我需要去培训这十几二十个大妈的时候 就能感觉到非常的力不从心 我们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 累计培训了一百个人 最后只留下了十五个人 还没有预养 racks 我叫刘晓红,我是附近的,我家是南木家芋村的,我在这上班有四年多了。 我在这儿我的工作就是给西红柿剪叶子。 我们这个西红柿每周它是长三片,我需要的工作就是把它的底下这个叶子给它剪掉, 它会照阳光更足,它的着色会更均匀。 没在这儿上班之前呢,我是在家种地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 我们那个种地跟自从我上这儿上班了,那就是有太大的区别,就靠老天吃饭,老天爷要下雨呢,风调雨顺呢,我们收成就会好一点。 然后自从就是上这儿上班了以后,我还能挣到钱,我还能学到很多很多我不知道的知识。 这个是我太自豪了,真的。 实际上我们国家的农业生产者还是挺难的。 就是看到了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的现状和我们国内的生产现状之后, 其实作为一个年轻人,心里还是有一些不平静的。 这个不平静主要就来源于差距。 所以为什么16年坚持要回国,放弃了这个赌博的机会和在荷兰留下的机会,想回来去做这么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想看看我们这些年轻人能不能在农业这个领域做出一点不一样的事情来。 你还记得这边种什么吗? 番茄。 所以爸爸是做什么的? 我爸爸是种番茄的。 爸爸跟我讲了小苗苗已经有多少天了。 爸爸说是最上年的两个最甜,对吧? 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耕地是红线。 这个像有些作物它是没有办法在室内在设施里种植,比如说我们的主粮。 为了让我们老百姓现在要解决这个吃饭的问题,要保住我们的饭碗, 其实我们也在思考那如何能够释放出更多的土地资源来保证我们的主粮的生产。 有一个思路就是把有一些不太依赖土壤种植的那些品类, 比如说我们的蔬菜,我们给它换到别的地方去种。 像这块河滩地本身对于农业生产来讲,它几乎毫无价值。 它都是鹅卵石和河沙,种不了麦子,它种不了玉米。 但是反而现在的这种农业,我们这种无土栽培,它对土壤介质本身没有要求。 想要说服更多的人,认识现在农业,那么我就先在一个根本不能种菜和种粮的地方, 让大家看看我们到底一年能够让它变出多少的蔬菜。 今年我们测试这个红色的樱桃番茄,你看这个品种实际上可以发现跟我们预期还是不太一样。 真正在有限的土地上,要想种出更多的食物,我们需要借助科技,需要借助设施,需要借助工业化的力量。 我们前三年感觉非常吃力的地方,就是我们没有人,我们不太希望靠情怀去留住它们。 我们是需要让这个产业可持续,能够经营下去。 当我们先养活自己,然后再去想办法养活别人,再想办法去带动这个产业。 农业这个行业确实它的成上旗下是跟其他行业可能相比还不太一样的。 我还是希望我们这一代人,80后90后,要做出一些60后70后没有做出来的事情。 我们要给农业带来一些新的变化,而且我们需要让这个变化让下一代人看见,让下一代人认识,让下一代人接受。 最重要的一点,是让下一代人加入我们。 花是什么颜色的? 黄的。 番茄是什么颜色的? 轰的。 爸爸说黄花结出的果子不一定是黄色的。 可以结出黄色和红色还有黑色。 花的果子给我八个星期才能长出来。 番茄长得是慢的。 爸爸说我没有珍惜良食。 我跟徐丹是在这个荷莱瓦和宁根大学读研的时候认识的。 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随着这个项目的启动,有很多的朋友啊,包括孩子们来到这个园区,他会去看。 然后呢,也问了很多有意思的问题。 我们就想怎么能找一种孩子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来给他们讲这个植物生长的这些故事。 因为本身我自己也有孩子嘛。 正好有一个朋友,他们有一个团队是专门制作这种绘本的。 我们就一拍即合。 你就可以观察观察,你看今天是这两个在开花,对吧? 明天应该是他开花。 其实这个孩子的教育就跟我们做农业是一样的。 它都是一个办公出细活的这么一个过程。 农业这两个字,我一直认为它这两个字的分量非常的不一样。 你从一颗种子到一板饭,它中间得经历多少个风风雨。 中间的任何一个食物都可能会让你颗粒无收。 因为农业的背后一定是坚持。 坚持的背后一定是坚韧。 坚韧的背后一定是不放弃。 其实这是很难的。 但是这个事情不会因为难就不做, 得有人去开一个头。 我们让周围的老百姓得到实惠了。 我们让周围的农民享受到了丰收的喜悦了。 我们才能让社会重新的认识我们。 我们非常期待这一天的来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